在美國國務院新聞簡報會上 蓬佩奧對中共因華爾街日報報導中國的疫情真相 而驅逐該報的三名記者作為報復儀式發表評論 蓬佩奧指出 如果中共能夠允許本國和外國記者 以及醫務人員自由發聲和調查 中共和其它國家就都可以做好 更充分的準備來應對疫情 從上週開始 中東國家伊朗突然傳出新冠疫情 並迅速惡化 但有報導指出 伊朗當局也在嚴厲壓制真實的疫情信息 美國對此深切關注 並呼籲所有國家公開真實疫情 新唐人記者喬安 綜合報導